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个人站在上半场 单一纯就被其他导师封印了两次 这一路走来 单一纯可以说是征服了很多观众 甚至是在座的导师 特别是谢霆锋导师 对单一纯的评价和定位都非常之高 真的难以相信 这样一副嗓音 以及如此稳定的功底 会出现在一位18岁小女孩的身上 无疑这样也要外界 对于单一纯有了更多的期待 像谢霆锋老师在盲选的时候 没有能够抢赢李建老师之后 就曾经直言 这将是一个前三的学员 而事实上 单一纯这一路走来也确实未尝败继 特别是后面路透出来的七强五强 七强赛的单一纯斩获第一 而五强赛尽管是有感冒在身 也获得了第三名 有意思是就连路透方面 还有人兴风作浪 也算是人喉是非多的真实写照了 在官方公布的Top新势力榜单当中 单一纯成为了第四期的新势力学员 这次赛是说明了 不管是场内还是场外 单一纯的呼声都非常之高 要说几个夺冠人们对比的话 个人觉得山一纯的可能占比比重 还是要更大一些 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们 如果说中国的著名女歌手名字 相信都能够说出一大串 但是如果说山一纯已经和她们一个级别了 可能就有很多人不信 那就个人沉淀和代表作方面来说的话 山一纯肯定是没法跟她们相比的 毕竟也是个今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 才被广为人知的 这方面还是要感谢中国好声音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么一个天选之子 也感谢我们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 个人沉淀无疑是没有隔笔性的了 但其他方面呢 在某主流音乐播放期当中 有一份名为当被音乐女歌手的排行榜 从用户基础和范围上来看的话 这份榜单的采样是非常合理的 而在这份榜单当中 当红歌手邓紫熙高居榜首 特别是近期加盟了我们的歌二这档综艺 其热度更是攀升不止 紧随其后的是任然 虽说是一位偏小众的歌手 但是确实经常出没于各大平台的各大榜单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排在第三的赫然就是来自于好声音的山一纯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歌手 其中不乏张绍涵张亮颖田富珍之流 在好声音之外的一份全网的榜单当中 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如果说结果是最后 山一纯夺得了今年好声音的冠军的话 那么不要太惊讶 毕竟就这段时间的全网人气 已经是和邓紫熙并驾齐去了 而这一切中国好声音等是功不可没的 都说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是出道季巅峰 在第一季之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而到了上一季的时候 更是口碑来到了谷底 无疑今年的好声音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不管是收拾还是话题性都是成功的 至于争议的话 可以说任何一档竞争性质的节目比赛都会有争议 所以说实则是无伤大牙的 那对于山一纯已经在全网有这么高的人气 你觉得意外吗 今年的冠军又会是山一纯吗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